好了 最後一個升級嘉賓的環節 也是各位來賓最期待的一個環節 因為主題就是關於地產的市況和趨勢 主角的當然是蕭玉清先生 師先生是中原集團的創始人 中原集團主席兼總裁 中原除了有工業和地產業務之外 師先生也很熱衷於公益 創立了蕭玉清慈善基金 推動社會公益的事業 而師先生也創辦了AM730報紙 親自贊購 每天都會寫專欄 內容是很廣闊的 除了是議論史詩之外 也會深入展出介紹整個營商的經驗 好 我們遲不遲 將以下時間交備視察 我自己看的市場 會雲觀點去看 我認為正常情況下 如果不是大變動 用歷史的一些東西去比較 有機會都對的 但是如果出現一些基本性改變的時候 其實就不要再迷信過去曾經出現過的 希臘日的預言裏面有兩種說法 一種叫做太陽底下無新雪 即是以前發生的事情 將來都可能會發生 這個是一種說法 我以前沒有試過兩年連續跌 香港通跌給你看 真的 你去澳門買大小 不是 開了幾次大 下次再開小 每一次都有一半機會開大 一半機會開小 不是 跟之前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希臘日的一種說法叫做 人不能達日同一條河兩次 即是你不會踩下一條河兩次 因為第一次踩下去那條河 跟你上次踩下去那條河 都不同了 水都流了去 河床可能沖了一段 一條魚就大了 放下牌線在河床 即是甚麼都變了 所以我自己呢 就認為最近 譬如你貿易戰 當然是一個表象 但實際上是象徵著 一個很根本上的改變 這個根本上的改變 將會在未來那段時間 影響不止中美影響世界 影響經濟影響政治 因為 剛才王拔介紹的那個 彭斯 即是副總統彭斯 那篇講話 其實是很值得去看看的 他是從政治經濟各方面都分析了 中美的發展 在哪裏 將來會從哪方面發展 因為過去那四十年 由改革開放 發展以來 美國和中國的關係 應該在去年開始 就呈現了根本性的改變 在開始的時候 美國是樂於見到中國的改革 是取得成績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中國當時的改革 是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 又沒有私有財產 不容許私有財產到 被少數人付起來 又中央責權到地方分權 又國企為主 變成民企 扮演越來越多的角色 這些都是向美國靠攏的 即是走美國走的模式 所以美國當時曾經產生幻覺 以為中國和平演變 就是跟我一樣了 所以當然希望你成功 支持你這個選擇 你這個選擇行得順 你便會走下去 所以它是各樣都方便中國的 美國的產品 即使是有些新的高科技的 都拿去中國生產 又可以給美國去大陸投資 所以雖然投得最多應該是香港的 香港貢獻最大的 但是它都放心去投 鼓勵去投 是一個對中國改革開放 都有很大的幫助 另外中國產品 給它賣去美國 開放的市場 這些都是有利於中國發展的 但現在是完全反過來的 為什麼反過來呢 因為它發覺中國現在有國退民進 有些外資企業又說要成立黨支部 雖然那個黨支部沒有權取代的董事會的決議 但是我家美國公司原來下面有共產黨支部 對它都是一個恐懼的 即中國不是走向它的模式 而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支援 這個它是擔憂的 中國模式 雖然某種程度都是國家資本主義模式 但是營運上很不同 即美國不是沒有干預市場 聯儲局 所以美國淑表QE下半都影響市場 都影響匯價的 都影響整個經濟的 但是中國國家扮演的角色 相對它是大很多的 所以中國在某種程度上 調節經濟的能力是強於美國的 中國有通脹 說國家下一個命令 石油公司不要加價了 油價減低了 電燈公司不要加電費了 它立刻可以控制它的通脹 如果美國產能過剩 美國還要競爭一輪才決定 哪家公司做得好又要淘汰 哪些讓它留下來 中國是國企來的 要產能過剩 這間和那間合庭 你不要做字了 這樣就搞定 它立刻就解決產能過剩 所以它那個調節經濟能力是強的 短期長遠會不會產生後遺症呢 這個黨藝書記的判斷正不正確呢 將來都會產生影響 但是它又可以相對快速地解決內部問題 所以這段時間呢 中國的經濟增長呢 是持續了很長時間 現在模式上跟美國不同 另外呢 中國經濟增長呢 是快到西方是嚇了一跳的 最初的時候 雙位數字 年年都雙位數字 好像深圳那些 17% 18% 一年增長 即使到現在 話差話差 都有6.5% 西方有2% 都很開心 所以美國有3點多 第三季有4% 是很久都沒有試過的了 但是中國是6-7% 差的時候都6-7%的增長 這樣不變得很快超越它 超越它 會影響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影響它的白抄紅利 即使美國現在這麼厲害 或者美國人可以相對生活得好 是靠它可以印銀子 如果捉完可以印銀子 我也會發 當然發 印銀子少多少錢 印了銀子就可以去買東西 人家的國家 各個國家都要自己的人民勤勞工作 生產那些產品出口去外國 換了外匯才可以再買外國的東西 美國不用怎樣出口 貿易赤字不是去年 很多年了 年年赤字 年年都可以買別人的東西 享用全球資源 全球的服務 買全世界的商品 不需要自己生產去回 印銀子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多棒 但這個這麼棒 靠什麼呢 都要靠實力地位 香港的黑社會 尖沙咀哪個地頭 我都可以 以後可以收保護費 搞什麼 要打才行 美國 就是一哥 大家都要用 如果說外債 他都不少過歐盟多少 他說美國單歸之後 馬上說歐債有問題 個個都怕歐債有問題 不怕美人有問題 那就是因為他是一哥 一旦一哥的地位被威脅 他的法抄的好處就拿不到 他這件事對他是一個致命的 他不可以容忍有一個國家 威脅他一哥地位 不要說中國是逼我逐類另一個模式 即使以前 日本和他一樣的模式 是他培養出來的 都發覺你日本那麼厲害 馬上就打了你 廣場竭議令到日元升了很多 中國那時候不是打貿易戰 是打貨幣戰 日元升了之後 日本的出口會貴很多 大陸控制到外匯 所以他現在都不能夠容忍 中國可以威脅他 這個是意識形態上不同 另外你在經濟發展上威脅他 所以他一定是全方位會打壓你的 由樂見其成到全方位要打壓你 所以外貿只是第一步 他會打壓你一些痛腳 因為實際上 中國自己收的關稅是相對高的 當然中國的說法 我是發展國家 我是發展中國家 世貿會說發展中國家 可以保留某些是高一些關稅 但是我也覺得中國這兩年是走過幾 如果你是假裝發展中國家 你就不要經常說 厲害了我的國 你這麼厲害怎麼會發展中國家 你又說自己這麼厲害 所以鄧小平是對的 鄧小平說韜光養晦 不要當頭 但是中國可能窮得耐弱得耐人 即是新發財 李嘉誠只能帶一隻精鋒錶 新發財當然要背一隻靚手袋 嘩他想火又都背起來了 去show quality 所以變成有些地方厲害 已經會周圍去show quality 你引來其他人的壽事 我自己就很早講 即是中國在奧運 世博其實都不用這麼快去搞 一搞別人就開始針對你 當時其實已經看到西方不止美國 你連歐洲那些以前 跟中國關係相對好些 法國其實都很不強 你搞奧運會 你搞奧運會 還整個鳥巢 比我的運動場更厲害 當然不舒服 所以已經被人釘著 我相信貿易上 即是金融市場匯率 外交、科技、外交、科技 現在連留學生都說 不讓你去那麼多 軍事上各方面都會制約你 現在某程度都可以說是冷戰的開始 即是美國將會聯合他的盟友 告訴別人 這個是另一種模式 將來的將來是威脅西方的模式 就會限制你制約你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中國經濟沒有可能好像以前那麼順利 中國經濟如果受到打壓的話 香港的經濟都會受影響 因為不管你喜歡也好 不喜歡也好 香港的命運和中國已經合在一起 香港的服務業 主要的服務對象都是中國大陸 你的大客都不是那麼順利的時候 香港都會受影響 所以這個是全方位會影響 接下來的投資市場 因為經濟最終都會影響投資市場 只要具體的影響 我就不能 因為我的經驗 實體經濟的表現和股市 其他的表現是可以很不同的 實體經濟好不好 股市可以好 等於事案危機之後 美國的情況都不好 但它QE 美國股市升了 所以就不代表我說 未來的經濟有壓力有陰影 就代表股市一定是跌 去到股市反應 大家還要在其他方面去留意 但整體的經濟 即將會放緩 那什麼時候才會解決這個貿易戰的問題呢 唯一就是缺了勝負 未缺勝負也會繼續打貨 我看到老虎那些打架 打到累了 休息一會 休息一會 大家都累了 休息一會 休息一會 因為除非有一隻已經打輸了 那就走吧 如果不是打到累了 未分勝負 就下一個回合 所以我相信 要是美國是打到中國 真是趴在那裡 什麼叫它滿意呢 你現在的經濟增長 是6.5 哇打到你去6 我最好的時候都是4點多 你6 我還有太多 所以就不滿意的 我只剩下2.5 你是1.5 我就安心些 如果這樣就有時間 砌 砌完 砌完 發覺你還未死 還有3.5 3.5對我都很大威脅 我平均是2.5 我平均是2.5 所以它要是真的打一層尾 另一方面 要是中國 真的適應了別人這樣的態度 對它處處放放 它處處制約它 中國經濟都可以由6 慢慢變 6.5變7 它說L型 L型大草 尾部也有少少急 如果隔著變成U型 那你就不用怕了 變成那個形勢就 等於美國制約不到 但短期一定會有影響 中國希望透過外銷 去減少出口受壓的影響 但是中國的儲蓄 中國儲蓄率現在還是很高的 但早一個時期 為了去解決三四線城市的樓宇的空置 負存 推動了很多人去一線城市以外去投資 但那些投資其實是 很多沒有價值的 即是那裏的樓已經建得多過那裏的人口 多過將來的需要 買了之後 政策 配合的時候 紙巾多 它可能會升值 但你拿在手 租就租不出 沒有長遠的價值 這些是窄死了錢的 即是大陸一些學者 自己都做過 不夠 就是推動了人民去買樓 好處就解決了通脹 因為中國都印了很多錢 印了錢本來如果 可能造成通貨膨脹 但那些人去買樓 那就沒有通貨膨脹 但是那些錢窄死了之後 你要它刺激內需都難了 它買了樓 每個月供樓 那又沒有那麼多錢去消費 所以現在中國消費能力 內需是不是可以刺激得起呢 都有待觀察 但中國的產品 我認為 經過了 做了世界工廠這麼久 其實中國的產品質素 是一直有提升的 競爭力也有的 不去美國 都可能還有其他地方會買的 那麼 看看那個適應 是不是適應度 適應度 如果將來再升 那些人就沒有那麼擔憂 那些股市 那些投資市場 可能起碼 跟中國有關的市場 在香港才會好 但這個缺勝負 我認為是 第35年內的事 因為中國如果是 整體跟美國的距離 還是大的 如果人均的生產力 跟美國距離大 現在中國只不過是 人口比美國多 中國13億人口 美國只有3億 所以整體比美國 都不代表你的科技 你的經濟體系 你的本智能力 學術研究 可以超越美國 所以中國要真正 超越美國的時間 是很長的 但中國都 美國叫做 看漏了眼 一個是看漏眼 一個是911之後 然後呢 整個伊斯蘭的勢力 出來跟他作對 所以美國是 將一部份的精神 去了打阿富汗 搞伊拉克 又搞阿拉伯之春 這樣就分散了實力 其實不止特朗普支持 已經美國都看到中國的問題 不過被人分散了精神 因為接下來 我自己相信 都會集中力量 去對付中國 所以這一場較量 維持數以連計 有機會 未來十年 跟俄國以前叫蘇聯的冷戰 由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一直到1989年 俄國即是蘇聯解體 才叫做完成 跟中國已經大了那麼多 他也不是一棍可以扭起他 所以這個較量 我說是一個長期的博弈 就不會說一仗決勝負 如果不是一仗決勝負 然後就會打打談談 那接下來呢 我認為是進入談的單元 因為第一回合已經解決了 已經叫做有結果 如果沒有結果 就會繼續打下去 都打贏了 我都是希望中國打贏的 但現實就是這一局 中國不是贏的 但中國政府開始的時候 因為內地民族主義情緒比較強 還有黨外也都有反對派 所以他開始的時候 都要撐到行李 又說來而不忘非禮 人家五百億 我又跟五百億 但是五百億你又可以跟 一千億都還可以跟 二千億你就跟不了 因為你總共去美國的 買美國的商品一年都是 一千三四億 你不是收足關稅 都是加別人千多億 人家說二千億你跟都不能跟 變成政府可以給人民看到 我讓步 事實是這樣的情況 沒有得跟 所以你看其實 這次中國是相對主動讓步 談判沒有結果 已經在賣美國的大豆 買完一鋪買第二鋪 為什麼不拿來交換條件 現在只是交換優戰條件 大家不開火就大家優戰 說優戰都已經送大禮 所以看到的情況是 中國的領導人暫時還是理性 就不是說不夠打都 一套和它清散 所以現在進入談判時期 大家都摸過對手的實力了 可以重新畫邊界 邊條線 我以後不踩過來 這邊先給你 戰利品 特朗普有機會收集一些戰利品 回去向國人交代 我打贏這張 在這個情況下 進入和談階段 其實是分戰利品 同身畫間 需要一個相對談的氣氛 所以會緩和一些 所以這段時間 中美領導人見過面 分成見面面之後 開始談判 之前我也有寫過文章 我說二千億科數不需要加 因為這些是籌碼 鋪牌都打完 你都贏了 你還推些籌碼出去做什麼 沒有需要的 留下鋪 所以我認為談判 是雙方都需要為這個界限 美國 都多少受些傷 雖然你好打 但是 你看到鄭麗平 我都跌了那麼多 特朗普經常說 你看股市升多少 我上台 經濟那麼好 跌了那麼多 他都想辦法 鬥起它 最近的情況 就發現 股市對中美談判的反應 是探聲 緊張 股市就跌 有機會談得成 股市就會升 那它如果需要股市升 在這段時間 都會談到機會多些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未來的三個月 現在沒有三個月 都是平和的氣氛來自這裡 所以股市啊 樓市啊 都會好一點 如果純粹從樓市來說 樓市是不動產 不動產對政治的敏感度是高一點的 但是香港的樓市呢 如果不是中美的問題 去到這麼僵 香港樓市其實就 自己本身不是危機這麼大 因為很多人之前說 香港泡沫很嚴重 我一直認為香港樓市呢 自己的泡沫不動的 樓市的泡沫有三種 一種呢就是 overbuilt 就是起突了 另一種呢就是 overlanding 借突了 第三種呢就是 overpriced 升突了 那香港有沒有這三種泡沫呢 沒有起突 因為香港都不夠地 整天都公不應求 起突是最麻煩的 起突了樓沒有人住 就是浪費的 資源困死了 以後有一段時間都變不回錢 社會一定受影響的 西班牙海經的別稅賣不出 他們有很大件事 樂爾波斯 整個整個都是鬼神 那這些就是很大件事 香港沒有 香港不夠 不夠 價錢性是合理的 香港沒有借特的 為什麼沒有借特呢 因為香港六成多小業主 供掉樓的 沒有欠銀行錢的 所以那個時候 什麽金管高的人 又嚇鬼 哎 加息啦 快來加息啦 他都沒有借錢 加不就加 沒有壓力的 小業主沒有借錢 發展商借得很少 借兩三成的資產 都不緊接借了 大陸那些借八九成幾碼 所以沒有借特 借特你就給銀行迫倉 資金短缺 你就需要賣樓去套現 沒有這種情況 有沒有升特呢 升特呢 升特呢 是對少 應該說 現在說 樓價升特呢 是跟 什麼人均 不是人均 應該叫 日式中位數去比 特首最近說 不可以放寬浪揭 因為 已經跟 日式中位數 其實去到六十幾個巴仙 來到七十 已經去到靠近七十 這個 不合理 這個是一個 統計數字 但是跟香港人 供樓的情況 不是這樣的情況 香港 六成幾人 供樓 不用供 剩下 那三成幾人 用它幾多的收入去供樓呢 兩成左右 這些是政府自己 統計 做人口普查的時候 計出來的實際數字 為什麼說中位數字 那個計出來 不代表現實呢 因為中位數字 收入的人 根本沒有資格買樓的 香港現在買樓是 社會最佔的十多二十個巴仙才買的 如果以 政府說將來那些 支度房屋那些叫做什麼 首次上車盤 都要七千銀日息到上限 即是說 七千 不是七萬 不是七千 七萬銀日息 以下那些政府都照顧了 所以買樓都是 因為那兩成幾人 怎麼是中位日息 數字 所以其實 買樓的人 其實不是負擔不起的 我就 反正 他們的口 可能 壞些 我試過去大學 跟學生說買樓問題 他們說 不合理 跟購買你貼接 我說 跟你的購買貼接 哇 這個是壞些的 但是 實際上 是 你買不起 不是等於別人買不起 我說 你去啊 生活看看 那些人都是給錢的 沒有share 很多都是我做的 全部都是拿著這本票 等於來買的 那 有沒有脫子 脫子 沒有人買才對的 所以現在 因為供應少 實際上 很多人都買得起 以社會的資源來說 香港的銀行系統的錢 是多於97那時候很多 現在樓價是97升了一倍 多些 中原性指數現在171 97的時候18 升了70幾百分 高供期都是升了100幾百分 但是現在銀行系統的資金多了多少 97那時候是27,000億 你猜現在增加到多少 13萬億 14萬億 哇 多了整四五倍 那錢多了那麼多 其實香港人已經是很核製的了 沒有把那些錢去買樓的了 因為政府會有勞都打壓嘛 如果反映資金的增長 香港樓價不止這個水平 所以香港本身樓市也沒有問題 不過整個國際大環境一跌 股市就反映得快些 已經跌了整 最高峰期都20幾百分 那樓市有沒有跌那麼多呢 二手市場跌得少的 因為政府有辣椒 很多東西都不肯賣樓 賣了都賣不回 跌兩成元我賣回 哇 要給三成印花稅 所有用有限公司持有的物業 都不會輕易賣出來 除非它是賣公司而已 那賣了第二間樓的人 一七一天都起碼要給多15%印花稅 所以放盤的人很少 二手市場跌得相對慢 前一輪跌得多的時候 曾經跌到差不多15% 但是很快反彈 即是中美談判消息出來之後很快反彈 一手市場發展商要出貨 二手市場如指三間樓 不賣便不賣 但是一手市場發展商不斷建好 不斷賣 不賣現在還有空置稅 一手市場一手市場 最近跌幅有些都差不多兩成 兩成彈回 即是兩成市場到底會多人賣 彈回少許都15% 所以現在大概市場10到15% 應該是找到第一個支持位 那之後會怎樣呢 就要看之後的發展 現在就 我說進入談的階段 氣氛和換一下 大家就看好些 加上底位有的反彈 很多加湖山莊 加田第一城那些 如果10月 11月沒有落雜 吳嘉麗就要幾多5% 那些人覺得真是有所謂 但是我剛才說 中美可能不是一帳廟 還有第二帳第三帳 所以就要看接下來的發展 另一方面 你看地價的回落 很明顯現在是 二手跌得最少 一手跌多些 土地跌得更多 一手市場 這個看到發展商對時警 是相對補救的 那我自己覺得 基本上是 接下來只會是 即是 反彈、緩和一些 在中美的摩擦 這麼不足的情況下 樓市要進入上升周期 是難為比較高的 但因為樓市本身 沒有存在自身的 保護問題、不健康的問題 所以它不是拆掉的 都是一級一級 有序地調整的 對整個市場的氣氛 不會影響太大 加上我自己覺得 所以現在 息口是 當然 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 我自己認為 息口是至近見頂的 香港根本是 美國加了九次息 香港跟了半次 很多錢 政府又不給銀行借 按揭又受限制 銀行當然不加息 這麼多存款 你加息 就是我每個月 太多息給存戶 增加我開支 加息之後 又更加難借錢 生意又難做 還要我給錢存戶 所以我拒絕貸款 如果政府是給銀行 借多些出去 銀行可能不加息 如果貸款出去 多加息 我就收多些 現在貸款少 存款多 這個是香港的情況 在美國 聯儲局的態度很清楚 是將利率正常化 聯儲局現在沒有那個需要 要加息去 加息去 目的是 令到它將來手上有些籌碼 即將來經濟不好 它可以減才行 所以減息那時候 不合理地低 所以它將它正常化 它現在不是要加息 加到高 經濟增長去打擊通脹 通脹不是那麼不動 如果是正常化 利息是定在什麼水平呢 利息在正常的情況下 會定在經濟增長 略低一刻 就不會定在經濟增長之上 定在經濟增長之上 即是說銀行借錢出去 給人做生意 你必賺得回來 給你 你也要人家有錢賺 才會還到利息給你 所以利息高過經濟增長 會打擊經濟的 美國現在有3點幾的增長 它可以接受2.5的利息 如果美國的經濟增長 如果美國的經濟增長 自己都跌到去2.75 它2.5的利息已經是足夠 所以我自己覺得 在未來 在新的環境下 美國是加息的機會不多 即是加多一次 我認為是怎樣的 這個我在兩年前 我應該預期到19年加息 去到差不多頂 在這個情況下 香港的地產投資 還可以有一定的合理回報 現在一般回報都只有2厘左右 但是你低資納銀行 好的時候有2厘多港幣 你也有的 你變成它還是有一個合理的吸引力 所以我認為樓市不大一點 是會有的 生日來的資金 也都會有一部分人 有收入的 會有一部分資產配置在房地產 都會繼續的 當然如果你得一住 這個時候去投資 是不是好呢 我自己都認為 這個時候 去年我都有說 現在是收割期 不是播種期 收割通常都是秋天的 人家收割你才去播種 磨青都沒得割 所以我自己覺得 普通人這個時候是不應該太勇去投資的 自己住的 你住了之後 娶到老婆 你不失衡量一下 譬如我這麼大年紀 以前沒有錢 現在有錢 當然快點去買 買了我都住多幾年 等幾年後 樓價跌了才買 幾年後樓價跌了 我住得更少 不如早點買 這個每個人有 每個人的需要 即是用家有自己需要自己做 投資 這個時候是有風險的 除非你增了很多錢 有些是放股票 有些是放在地產 但是不是一個 可以在 這個是保護自己 資產分散投資的需要 就不是說 接下來是 房地產是一個急劇增長的 一個可以寄望高回復 高資產增值的一個項目 你的資產面有部分 房地產有穩定的租金收入 我覺得都是一個 合理的配置 我先說到你了 謝謝大家 謝謝師傅 謝謝師傅 精彩的分享 師傅可以收到台下掃掃 稍坐休息